南投縣信義鄉那邊有座咕咕山 那這邊山明水舊風景優美 可是它快智人口的原因 不是因為風景而是寶藏 怎麼說呢 1945年日軍從台灣撤退的時候 據說就在這邊的深山藏了百餘頓的黃金 所以後來消息傳出去之後 很多人都過去那邊想要挖寶 那他們後來確實有發現 日軍所開造的一個礦坑 長約8公尺 那是東南西北大概10公尺左右 然後裡頭路都四通八達 所以他們發現這個礦坑的時候很開心 覺得應該就是在這裡頭 可是他們花了很久的時間 在裡頭看看都找不到 那花了好幾年時間後來放棄 不過這一批人後來卻發現 另外一種神秘的石頭 那就是龍蚊石 那這種龍蚊石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那是台灣獨有的特產 台灣才有 那它其實是產在上游五屆地區 然後他那個經過濁水池 不斷地沖刷 沖刷到下游 信義鄉黑黑山那邊 那他這種龍蚊石 他有材質上的要求 必須金 玉 石 三種都有這種材質 才算是上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畫面 他那個圖案有沒有 真的是很特別 如果是大一點的食材 然後做成茶盤可以上看十萬 所以收藏行家把這種龍蚊石 稱之為台灣的國寶 因為每一顆都是獨一無二 它的紋路也都是獨一無二 而且完全無法仿製 這也就是他為什麼會覺得說 大家會覺得他是台灣的國寶的原因 那不過這種龍蚊石 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雷公類 那為什麼要叫雷公類呢 這是跟一個遠古傳說有關 就是台灣就蓬萊仙島 以前在沒有出來之前 這邊據說是有一條火龍 那這邊火龍在長期修煉 在翻騰的過程中 結果台灣就因此隆起了 那隆起他就繼續在山上跑來跑去 可是因為那隻火龍身上有高溫 他只要一過這個山上 山上就寸草不撐 所以後來據說 有天兵天將看過之後 就決定要把他趕走 結果雙方當然火龍不敢不想走 雙方就因此對峙了八百天 天上一天人間萬年嘛 所以他們在人間對峙了八百萬年 這臺灣的神話故事 對 那不過要講的就是說 當時他們就覺得說怎麼辦呢 後來他們就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把這個 就是請來雷公呼風喚雨 把他降溫之後去進行斬殺 結果斬殺的過程中 結果這個火龍奮起餘力 把所有的天兵天將殺死 結果雷公看到這一幕 就掉下他的鋼鐵眼淚 所以後來就掉在五區這個地方 那所以後來也就形成龍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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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後來也就形成龍蚊石